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 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 英能静听习近平自辞激动 无比荣幸 武康人民和诸国被小粉红抢没中 中国体育代表团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 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 嘿对没看错 英能静出现在中国十一国庆晚会现场 被列为台胞代表 他在微博po文证实 昨晚怀者无比荣幸之情参加晚会 认真听着习近平致辞 感想漏漏等一片 在十一中国国庆当天早上 守在电视机前 看着五星期冉冉升起 心中悲肝激动和感动 想投降表态的台姓是王力宏 0.0分超准时日 万有娜娜首速竟然输给妹妹弟弟 打劫妮妮目前没表态 中国欺负陈妍希 杨琛临时一定要的 十一前一天宣布 正式加入中国经纪公司的无航人 凌晨一到立刻以繁体字发文 祝福锦秀中华 但中国网友不满意 秀还耍心眼子 祖国两字不会说 欺账派只能两边都被骂 人怎么可以没走成这样 吃 time 吃 time as 好像 我 吃 看 感谢观看